大家好,我是老木 每天都有朋友问,蒸馒头总是烫死,面还发不好 这个视频就教大家怎样做馒头能够百分百成功 做好的馒头不塌,不馅,不烫面 而且特别松软,面皮更白亮 方法其实很容易,咱们一看都能学会 咱们从和面开始说起 这个地方呢,要注意,面粉用的是中筋粉 咱们家的材料也很简单,有白糖 泡打粉可以不加,因为咱们家里面呢,通常是不用的 咱们面粉开窝之后,加入油 用的是色拉油,猪油也可以,然后白糖 再加上温水,260克 酵母3克,这就是咱们昨天视频里分享的那个配方 加完之后,咱们用面去推水 这一步呢,很多朋友说用这个水量做出来的馒头面 偏软,而且特别粘手 其实咱们在和面的时候,把面和水搅得越匀 就是说这个絮状所有的含水量都是一致的 咱们再来揉面,怎样都不会粘手 一点也不会粘,而且和好之后的面盆也特别干净 搅成这样的絮状,咱们直接揉面 为了把它揉匀,咱们每一次把边上的干粉都放在中间 给它压进去 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它里面东西分布的更匀 咱们揉好的面团,水更匀 不会出现窝水 也就是有些地方粘,有些地方不粘 这样的情况就绝对不会有 咱们把面揉成这样的团之后 像这样在边上刮一下,面盆就很干净了 咱们和面三光也很轻松就能拌到 然后咱们反过来,就是沾了干粉这一面 咱们继续再揉,把表面揉到光为止 像此时画面中这块面团,咱们已经揉好了 咱们手放上去,不管你怎样去按,怎样去压 它都不会粘手 也就是说这个水和得越匀 咱们做出来的馒头,出问题的几率越低 这是一次发酵,这个水温 很多朋友问,到底多少合适 今天咱们就分享一个最简单的方法 咱们水放在锅上烧两分钟 然后咱们手放下去呢,特别舒服 就像人的体温差不多那种感觉 然后放进去呢,它也不会烫 温温的,这个状态就OK 接下来就是重点 接着咱们就把蒸笼垫往上一放 然后呢,把面团放进去 放进去的时间10分钟 10分钟之后,咱们这个面团就算发好了 大家可以看,咱们扒开之后 它里面的状态,蜂窝也特别足 这个就是1.5倍大的状态 然后咱们案板上撒上干粉 这一步就是揉面排气大家要注意的地方 很多朋友总是说揉面排气这一步总是做不好 其实咱们在揉面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我的手势 每一次下压都是特别实的 不能让它里面夹杂那种空气在里面 如果那样揉的话,咱们做馒头很容易被烫死 要么就是直接就不发 大家看,咱们每一次按压都要保持这样的状态 压实,这个边呢,不要有缝隙 然后咱们这样揉面呢,它就比较好揉 而且特别轻松 基本上3-5分钟就能搞定 面团表面揉光之后 咱们搓成这样的条,然后压一下 把里面的气再给它排一排 这样就能减少很多气泡的出现 咱们再做呢,就比较好 大家可以看,这个表面是十分光的 然后咱们把上面折叠下来 直接放在下面,直接搓就OK 面团直接就揉好了 咱们揉好之后可以看一下里面 有这样的气孔就OK 只要它不要过大 然后咱们直接砍成馒头 为了检测咱们每次都能成功 今天的馒头砍得有点大 人的大家说,小馒头特别容易蒸 做好的馒头 咱们最好用干粉把两边抹一下 这样它粘的几率就小 然后咱们直接放上蒸笼 放蒸笼之后大家要注意 这个边缘千万不要让它贴住 留一纸的空间 然后就是二次发酵 这个水温呢,还是跟咱们之前一样 手放进去特别舒服 这个温度就比较好 而且不会湿度过大 咱们蒸好的馒头上面 不会起泡泡 这次放进去十分钟 咱们直接开小火烧五分钟 然后再用大火蒸二十分钟即可出锅 大家可以看,咱们蒸好的馒头一点也不会塌陷 而且表面也算比较光滑 毕竟是手工馒头 如果咱们用鸡蓄做,它会更光 效果更好 咱们可以看到馒头蒸好之后它特别的蓬松 而且颜色也比较亮 也不会有发黄的一个状态 包括起泡 掰开之后呢,它里面的蜂窝也算是比较好的 而且非常的松软 咱们吃起来呢,也不会缺少嚼劲 只要朋友们按照这一套流程做下来 做馒头绝对不会失败 而且百分百成功 咱们今天和面用的比例呢 就是咱们昨天说的水 260克温水 然后油准备15克色拉油 干酵母准备3克 白糖准备了8克 咱们的视频就到这里 再次感谢您的支持和观看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